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提起希腊这个美丽的国度 相信不少朋友会立刻联想到蓝天白云 与令人心旷神移的滨海美景 作为欧洲著名的旅游圣地 希腊游着长约1.5万公里的海岸线 近年3000多个岛屿 新罗旗部与爱琴海与地中海中 美丽的海岛风光与迷人的历史文化 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慕名造访 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 旅游业收入占希腊全国生产总值的24% 是希腊获取外汇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方式之一 但十多年前的希腊曾被不少欧洲国家嫌弃鄙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希腊遭遇严重的债务危机 成为恶名昭彰的欧洲五国之一 而当时希腊的债务问题 为整个欧债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之小 因此该国仇恨止息的满满 更有不少国际媒体纷纷将希腊的债务危机 归引于该国人民好吃懒做的天性 对整个民族加以讽刺批判 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将时间轴拉回2015年 当时希腊的新总理奇拉普斯上台 与其他欧盟国家的领袖 针对希腊债务问题展开角力 当时欧洲的风向对希腊可说是非常不友善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希腊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在这种艰辛时刻 政府还要拿他们的纳税钱去拯救懒惰的希腊 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上述情况 从德国报社的反京元希腊活动就可以看出端倪 当时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画报 在自家的刊物上用将近全版页面 刊登一个巨大的布置 要求政府别再为贪婪的希腊人慷慨解囊素食意 该报接着还发起一个活动 呼吁同样反对京元希腊的民众 手持报纸合照上传社群媒体 表达对该主张的支持 除此之外 当时还有描绘希腊人带着期待眼神伸手乞讨 这类丑化他们的漫画在欧洲各大媒体间广泛传播 这个美丽的国家一瞬间变成其他欧洲国家的猪队友 人们张口闭口就是好吃懒做的希腊 只顾享乐不愿努力的形象 更连带影响到整个世界 对希腊新政府与财政部长的不信任 事实上 早在2010年 时任瑞典财政部长的安德斯 就曾针对希腊人的惰性做出批评 他认为瑞典与其他国家的纳税人 居然要为了40岁就开始盘算退休的希腊人烦恼财务规划 荒谬得令人难以接受 确实摊开数据 当时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 与国家对退休金的财政安排 确实会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相当羡慕 而在债务危机爆发以后 被牵连到的其他欧洲国家 羡慕之情自然也就立刻化为仇恨 如果经济环境大好 人们早早退休享受人生倒也就罢了 但当整个欧盟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命运共同体时 不负责任的财政规划自然会引来骂声 根据2012年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希腊国民领到第一笔退休金的平均年龄只有57岁 不仅低于欧盟平均的59岁 更远低于刚刚提到的瑞典的63岁 与拥有欧洲经济火车头美名的德国 而希腊的退休金支出更高达国内GDP的17% 放眼望去 2012年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希腊相比 如果光看上述两个数据 我们可以同理其他欧洲国家对希腊的抱怨 懒惰之名或许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但我们也在探究这个议题时 从某些资料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讨论之处 相信不少朋友过往曾看到一些黑希腊的文章 描述该国人民每天都只工作5到6小时 或是盛传希腊劳工下午就可以休息回家 对于该国公务部门爽缺的描述更是会声会影 但这些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资料显示 希腊早已推行措施上班制 因此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的劳工 上下班的时间都相对较不固定 有些外国人听说某些希腊人下午2点半就可以下班休息 又听说某些人上午10点后才要进公司 于是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数字串起来 认为希腊是个只要从10点工作到2点半的懒惰国家 但事实上 这些下午2点半下班的希腊劳工 可能早上7点就要报到 而10点上班的人也可能要到夜幕低垂才能回家 更别说有些工时较短的希腊人 本就是在个人的生涯规划下 领着较低的兼职薪水 付出与报酬其实相对公平 以希腊当时被黑得最惨的政府机关来说 基本上多数公务员都在早上8点开始办公 而在下午2点停止进行对外业务以后 就很容易给来访的观光客 一种希腊人早早下班的感觉 但政府部门停止当日的服务 不代表人员就可以下班 多数公务员在稍事休息后 还是要继续处理内部业务 一直到表定8小时工作时间结束后才能下班 所以如果我们单论工作时长 其实希腊人并没有其他国家来得少 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后更是明显 因为期间该国倒闭的公司越来越多 公部门裁员也没有在手下留情 自然而然员工的表现与积极度 甚至是手上案子的成败 都非常有可能关乎到个人下个月还有没有收入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201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希腊劳工一周平均工时高达42小时 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时数最长的一国 以当年的数据来看作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 德国劳工每周平均只需要工作35小时 若以年均工时数字来衡量 在希腊债务危机引爆的2008年 该国劳工年均工时为2106个小时 而同期的德国只有1418小时 很显然的好吃懒做似乎不是希腊经济摔腿的关键主因 从以上资料看来希腊人是否称得上懒惰还有待商榷 关键在于既然该国劳工能搅出正常工时 为何外界在评论债务危机时 除了检讨希腊政府的财政规划 最常被人诟病的就是劳工表现呢? 答案就是效率这两个字 以当年的产业情况 希腊人多半从事观光业与农业 或是需要长时间待在店铺里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工时长 休假少 基本上就是靠劳力与服务换取报酬 但长工时却不见得能堆出大产量 简而言之 希腊之所以爆发危机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效率不佳 而且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该国政府内部存在腐败问题 企业与国民有复杂的逃入税状况 公营机构过于永总 政府常年入不敷出却惯于大力举债 都是该国存在已久的问题 加上希腊的产业结构中 并没有真的算得上高效率的产业 种种因素堆叠才引爆经济炸弹 总结来说 以观光客的角度看希腊 与本国国民感受到的氛围自然不同 旅客们造访当地 图的就是惬意休闲的度假气氛 而他们便很容易认定当地人也同等惬意 但对于真正从事相关产业的希腊人 上述感受对他们而言 只是自己苦苦维持的门面 总不可能每天对着观光客 抱怨自己的工作有多辛苦 工时多长 薪水又多低对吧 因此在希腊债务危机撼动欧洲以后 大部分媒体为希腊国民 冠上了懒惰与贪婪等恶民 属实有点过头 因为引领国家发展 建造自家经济架构的政府 才是那个该负责的关键 而债务危机的本质 正是希腊政府花了太多根本不存在的钱 常年严重的官僚主义习气 带来从上到下的效率不张 进一步导致希腊经济走向衰落 这绝非一系可改正的问题 幸好疫情前的希腊逐渐走出债务阴影 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步调 最后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有趣的资料 根据美国独立调查机构皮尤调查中心 在2012与13年进行的调查 希腊人民认为 所有欧盟国家中以希腊本国人最勤劳也最值得信任 但其他多数国家却一致认为 德国才是最勤劳也最值得信任的国家 或许正是这份天真的自我感觉良好 才辗转让该国人民引发公愤 并最终被冠上懒惰的印象吧 谁知道呢 好了 自己的穷色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